找到治愈最致命的癌症吗? 科学杂志细胞的生态发现它的简单的一种新型一线肿瘤的治疗令人震惊的是 实际上将它修改成使用维生素D供给注射 这种类型的癌症被认为是最严重的因为由于其致命和炎症组织 一线它是封闭的核耐辐射和化疗 这不利于患者以及对其他不健康的措施病 因为标准治疗不工作对这种类型的肿瘤 患者对本地94%死亡去统计 寻找一种方式来打破一线这种防御 研究人员在索尔克研究所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发现 构成组织的细胞有维生素D受体水平高 因此引入这些维生素组织覆盖的肿瘤细胞将被破坏 然而这样做科学家们不得不改变维生素D对小鼠进行的实验表明 那些谁的谁被注射了维生素D的修定 是生活比那些反对这种癌症的中药治疗长50% 其中一个这种做法一直被忽视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经常使用维生素D 他们根本就没有力量来医治说 研究人员在索尔克研究所罗纳德·埃文斯之一 研究结果已经这样有前景 已经开始使用在人类患者的新治疗方法 研究人员在索尔克研究所 学也研究了肺癌 推广使用维生素D的修改在医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